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来说这个指数已经失守了8400 退到8356点了 那接下来大方向你改变了吗 好了 投资朋友们 昨天的行情其实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震荡偏空的格局 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 虽然最后尾盘有这么往上拉一段 会让很多人以为好像止跌了 那就随便找个利多消息 不管什么消息 当然这最明显的就是证所税的问题 结果今天证所税它有过关吗 它没有了 那有没有迹象可以看得出来 是真的要止跌 还是会继续往下跌呢 其实是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视的画面 我们一直以来都跟大家说 这个三大法人在现货合计的买超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昨天 这是11月12号 除了昨天之外 你注意看一下 当三大法人的买超增加的时候 行情就是往上走的 当它减少的时候 行情就是往下跌的 所以它的正相关程度是非常高的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 上面这条线是期货的指数 下面是现货三大法人的买超总合金额 所以它的正相关的 这个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你注意看一下昨天 昨天的指数是往上拉的 对不对 很清楚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昨天三大法人 在现货合计的买超是往下降的 它由前一天的176亿 降到只剩下81亿 这两个数字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昨天一直提醒大家 你不要过度的乐观 这个盘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个样子 它还是很有可能会往下走 而且我们的看法 仍然是持续的做一个偏空的看待 而且我们说 我们从原本的短线偏空 改成了中线的偏空 所以你是不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我叫你不要过度的乐观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在这里 怎么去解筹码 怎么利用筹码来看 后续大方向的格局 这一点很重要 你一定要用对方法 所以我们是提醒大家 大方向 我们仍然是做一个偏空看待的 什么时候会止跌 你要注意一下 什么时候量会一直缩下去 什么时候会开始出现量价奇样的状况 它才有可能出现止跌的迹象 所以这一点还是要特别小心 我们的大方向 仍然是做一个偏空的看待 当然如果你想要知道 更多更详细的解盘的方面的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最近会举办资讯交流的分享活动 你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就会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去告诉你怎么样看筹码 怎么样用对的方法去看筹码 这样子你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 所以要记得好好把握机会 去学习一下怎么样去解筹码 这个很重要 如果看错的话 你方向看错的话 你的操作上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不顺利 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亏损 这点要特别特别留意 这是这个大方向的部分 我们就说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 今天的行情 今天很明显 它还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一样是一个震荡偏空的格局 来回的转折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你如果脚步跟不上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抓不到行情 不过抓不到行情还没关系 万一你还看错方向 出现亏损那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你能够先知道点位在哪里的话 你是不是就能够抓到大方向 至少能够抓到行情的弱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找盘开盘之前 我们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们说 这个位置很重要 8408 以后你就要看到这个画面 有打三角形的 你就要特别注意这个数字 我们说这个数字很重要 如果站上去的话偏多看 如果跌破的话偏空看 留意一下上面的压力 8431以及下面的支撑8372 那今天的行情怎么走的 它大致上就是以8408为中心 做一个上下来回的震荡 而大部分的时间 它就在这个区间里面做震荡 当然尾盘它是贴着8372 这边做一个震荡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行情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呢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来看一下画面 今天开盘 它就开在这里 先往下跌 碰到了8372 它就拉上来 但是拉上去之后 它碰到了8431 撑没多久 它又被压下去了 压下来之后 在这边就做一个 它就在这边